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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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图蕾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来吧 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都换了三个工作了 什么工作都干不长 现在根本都不想出去工作 这么下去日子没法过了 我之前做的那些工作都没有发展 现在我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他就一点不支持我 他现在才是不靠谱的工作 就兼职拍封面 出活动 他总晓得能有一天出名 他太不现实了 我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有什么错 我现在的世界正在起步起 如果他爱我的话 就应该相信我 理解我 支持我的梦想 他如果心里有我的话 就应该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一下 赶紧从他那个梦中醒来 整个一段小片都在对抗之中完成 看起来冲突很大 三位老师会如何帮助这对情侣呢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苏25岁来自唐山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张22岁 同样来自唐山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小片里面说认识一年多了是吧 对 怎么认识的当时是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他的一个发小和我的闺蜜呢 是恋人关系 就在聚会上认识他们两个 肥水也没留外人田 对他们俩来说 感情好吗 感情我觉得还行 除了他不支持我的工作 他乱什么工作 就每个月只能赚回来 一千多块钱 你不能拿这个钱来衡量一份工作 而且就是他平时的时间里 就是游手汗险 在家里边打游戏 溜溜狗 什么事都不管 我店里边那么忙 他都不去店里边帮我忙 而且去的话 去过一两次 每次都跟我的那个客人吵起来 还都要我去给客人之后去道歉 这事才算聊了 他每次都是这样 做什么职业的小伙子 现在做平面模特 然后双眼车展什么的都接 挺好呀 但是模特有那个 一个月要买十几件衣服 每次他约我去逛街 他说我带你去逛街吧 我还挺高兴 到茶场了之后就疯狂购物 大宝小伯临试好几件回来 我一件没买 而且都是你问他全花的我的钱 每次都是这样 那我不得打扮自己吗 那我除去我也得打扮自己 让别人看得我很帅呀 现场这么多人 你问谁一个月能买十几件衣服啊 我一年才买多少 我除去我要比更多人看着我 然后我活动会更多吧 活动更多 你的小烧烤店就不用开了 对你现在全是虚无缥缈的事 根本抓不住的事情 老是用这种事来说 老是说以后以后 我说是现在半年的时间了 你有什么回报吗 你有结果吗 没有 那我现在活动是不是比以前多了 是多了 原来一个月两场 现在一个月三场了 也是多了啊 这增长率还特别高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增长 买衣服花谁的钱 有我工作证的 有老妈补贴的 也有她帮买的 她帮你买的有多少钱 没算过 没算过 就花的那么心安理得 这不他要他给我前期投资吗 那以后万一我火 那这不还要我养他吗 那要万一你没火呢 那只要我坚持 那没准能火呢 要没准就没火呢 那反正我 反正我 我就帅 你就帅 你是觉得你特帅吗 反正我感觉 我这是无添加的 然后自然美 反正我妈都给我成这样 反正我感觉挺帅的 对 每次都这样 而且他还特别夸张 你知道吗 主持人 就是他如果不出屋的情况下 每天在家里边 一个大男生 我现在实在理解不了 每天就换好几身衣服 过去就拍各种照片 拍你就拍 拍完之后就发到微信上面 他说 你朋友圈人多 你帮我发一下呗 我刚开始还发了 现在我朋友都问我 他说 我见过那个微商人 那老刷屏 那个发产品的 我没见过老刷人的 怎么着 改孩了 贩卖人口了 你带我出去还争面子呢 就你那些女性朋友 带出的那对象 有我好看吗 那我还跟你争面子呢 你自以为吧 那人男朋友 哪个不对女朋友 特别好啊 为以后的未来 找想 一步一个脚印的 你呢 每天就知道做梦 我感觉现在 我又800个闹钟 我都闹不醒他了 一般基本上搞对象 之前都一见钟情吧 那你怎么跟我搞对象 不还因为我帅吗 是 现在我都看你恶心 我种海的感觉 我想吐 这不靠谱 那真的就是我感觉他这个人 就跟正字跟都没有关系 半年可以换三个职业啊 跟正字没有关系你 反正我跟帅有关系 那是 完全无可救药了 这个人 我是拯救不了他了 这半年都换了三个 什么工作呀 帅哥 反正第一个就是销售酒嘛 销售酒 然后我还不怎么爱喝酒 然后还得陪客户喝酒 谈生意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 好 第二份 第二份就是 刚刚一个酒店主管 说是主管 一开始感觉还挺好 但后来就是 客人来 我还得帮他拿东西 然后还得管着下面 下面干不好 上面都骂我 反正别人能干的事 你都干不了 行 死了 第三份呢 第三份他介绍他 啥工作 他想就是说 原来我也做那个活动主持的 后来才自己干了烧烤店 他说那个 那我也想干一份 原来你那样的工作 我说那行 我就托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份 我做的原来的工作 好不容易进去了 他原来没有接受过培训 去给他培训了一个月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厂家的活 提前一天 给你厂家放鸽子了 我朋友给我这一通说 我脸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那不是人家背后戳我几两吗 说我靠关系继续的 关系户 然后我主持也不好 那你主持都好像能说你吗 那我刚去 刚培训完 人家就要我出活动 还是没人去的活动 要我去了 然后背后还说我靠关系来的 反正就是人能做的活 你都不能做 反正我现在找着 我自己喜欢的 人家找个工作 不就应该找个 自己喜欢的工作吗 对 那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回报了 最搞笑的是 他有一次他朋友结婚 他连五百块钱粪子钱 都拿不出来 上午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 你去我朋友那一趟吗 他说那个下午有一活动 那你结婚上午结 你跟你下午有什么关系 上午就在家里边打游戏 不去 实际上他就是拿不起 那五百块钱粪子钱了 就直到来找我了 我下午出活动 上午我是不是得打扮自己 我是不是得换衣服 你是我对象 你帮我去个婚礼怎么了 这什么都有理 你那店生意怎么样 我那店生意还行 挺忙的 他去帮忙吗 去了两次之后 每次都和那个客人吵起来 是因为别人比他帅 什么呀 他就是感觉 我长得帅 我不能干服务员 老丢人了 怎么着 他老这样想 完了就客人点菜 他就拿那个菜单子 趴往那一甩 那谁吃饭不生气 谁都生气 那你说我平时 接平庙接车展 然后你让我端盘 从那边烤串 你就合适吗 然后别人拍怎么办 你哪好了 别人拍着 你怎么了 但是谁拍你啊 那万一拍呢 你哪那么多 万一 大马路上长得帅的人 那么多 现场比你长得帅的人 也多 谁怕拍了呀 那 你也没干什么丢人的事 谁能说你啊 那他又没自信呗 那人家有自信 能一步一个脚印 你这么就不能呢 这么就一步一个脚印了 你怎么一步一个脚印了 这些工作也挣钱 没准以后挣钱呢 对 以后挣钱 你的小少女家开什么呀 当我经纪 当我助理不就行了吗 那你现在穿的衣服 不都是我刹烤店 给你挣来的吗 气死我 让他做助理对吧 对 让他做经纪是吧 对对对对 还真是不忘本啊 打算什么时候火呀 时间到的时候就火了 什么时候时间到啊 反正经过自己的努力 我也不知道自己杀树能火 行 就是喜欢是吧 现在不喜欢了 分啊 他不分啊 所以我这次来 我就是想让他分 为啥不分啊 我坚持我的梦想 但是我不是不爱他呀 这只要是他是太强势了 他一点都不支持 那你 他稍微再退一下步 支持我一下 对对 你让他怎么退步 你说吧 就是 我也可以去烧我家帮忙以后 但是就是我有活动的时候 就不要阻止我 稍微的鼓励一下 不是 你一个月不就三场活动吗 他那意思 三场都不要我去 你为什么不让人去啊 他去了也没用 他去了 就是他老拿这三场活动来 前期就各种各样的 倒腾自己折腾自己 特别能折腾 老折腾 我明白了 就是说 其实活可能没接上 但是为了去找这个活 天天导致自己 对 就是那个馒头比T大呢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现在应该算你的投资人 对吧 那以后会有更大的回报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现在算不算你的投资人 算 算 既然你认定他是投资人 他给你投了多少钱 你有数吗 反正以后我挣钱 别反正 你得有数啊 能做亏本买卖 对吧 在他身上花多少钱了 每个月最少要有五千左右吧 半年时间大概 三五万 差不多吧 我也给他花了 他好意思说呢 你说主持人他一个月挣那点钱 打游戏还要充几百 买衣服 一件衣服就几百块钱 懂了懂了懂了 明白了 就等于他养着你呗 我基本上吃喝拉撒睡 都不用他管的 谁管 平常就帮我买衣服 谁管 我妈 一个大妈一个小妈 你看看这日子过的 大妈管吃喝拉撒睡是吧 小妈管什么来着 买衣服 你要分现在是吧 对 如果他这样的话 我肯定不能在一起了 他哪样你就还能在一起呢 如果他要是可以 就是踏踏实实的 真正紧紧的找份工作 哪怕你挣的不多也好 别这样了 每天他活在幻想里边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找一份工作 只要他踏实 其实挣钱多少都没关系 听明白了 帅哥 听明白了 但是 我的梦想不能断的 要是有活动的话 我还想去活动 行吧 你当初看中的就是他帅吧 当初因为那个 他老是说实话 是有关系 那不还有关系吗 你又有理了 现在我觉得你不帅了 行吗 应该怎么办 老师们你们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始终说自己帅 你觉得帅就可以做模特 就会有发展 对吗 有机会 那你能告诉我 做一个优秀的模特 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长得帅 对镜头有镜头感 上镜 还是长得帅 就长得要上镜 努力 在哪方面努力 工作方面或者是打扮方面 还有什么方面 没了 没了 我告诉你 至少还有几方面 第一 文化修养 你得要了解 包括舞台 包括灯光 包括音乐 包括走资 都要下功夫的 请问你花了多长时间 在这些方面 有没有去参加过 专业的培训啊 没有 你的模特步走得怎么样 就走一个呗 就这意思 走一个呗 来来来来 走一个走一个 电牌老师 走吧 我们这舞台多大呀 大秀场 来 开始 好 谢谢 来来来 请 谢谢 你能告诉我 你在走的时候 你心里是在想什么吗 你觉得要展示给大家什么 帅 帅 酷 酷 完全错误 一定不是表现 自己 模特表现的是 你所驾驭的这衣服服装 包括整个的感觉 不是表现自己 当然都可以知道 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 你没有把自己 赋予的时间 空闲的时间 是用于提高自己 这方面的一个修养 而是在遛狗打游戏 你的确挺帅的 但是 仅仅这种帅 是完全不够 而最重要的 给人感觉是气质 从内到外的 这种帅 不是表面 无关的帅 回到我们爱情本身 你为你的 另一半付出了什么 在这一份爱情当中 你所担负的责任是什么 都没有啊 你现在 在外面是靠 自己的这小妈的 家里是靠 自己的老妈 没有男人的责任 也没有男人的追求 帅不是自己说的 你不一定是长得帅 工作上很投入 帅 对爱人 非常的用心 帅 你都没有 你一点也不帅 但是变帅很简单哦 你只要好好地去爱 自己的爱人 为你们的爱情 好好地去经营 你所有这些付出 很帅 再加上你的面容很帅 这两帅 加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是一个很帅的男人 同时脚踏实地的话 就会更帅了 好吗 希望你早日成为 你想成为那样的帅的男人 就这样 好 谢谢 这个小伙子你好 其实我挺为你担心的 你认为只要帅 就能改变一切 帅就可以征服一切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我就挺为你担心的 你内心深处 找不到其他炫耀自己的方法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我的帅 因为他可以为你 获得最大的利益 不需要付出很多 你不需要去端盘子 然后有人给你工作 就是拍照片 让你当模特 而且你的女朋友 非常喜欢你 你就拿她当了一张信用卡 或者是找她带了个款 用你的青春 用你的梦想 去向她透支你的用处 然后以后你会觉得 我去还给她 你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应当 我真挺为你担心 因为你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小伙子 但是为什么会沦落成为这个样子 你认为帅能决定一切 但凡如果有一个帅一点的男人 你会马上坐立不安 也许一个可能不如你的男生 站在你的旁边 就敢向你的女朋友发表爱的宣言 因为她除了没有你帅 她可能比你工作上有成就 比你成熟 她会给她温柔 给她呵护 你除了就比她帅一点 你还能做些什么 男人过了三十五岁之后 如果你再不锻炼 身体发福 出现了一些皱纹 到时候你的那个所有的构造的世界 都在塌陷 你的中年危机就来了 所以我为你担心 我是希望你能够从自我的这个编织的 自恋的这个情节当中 能够挣脱出来 你还很年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这个姑娘呢 其实我是觉得 你在她的成长和在她相处当中 没有给她起到一个进化和帮助的作用 相反起到了一个负面的 让她越来越差的一个形象 还有她的心智 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虽然你付出了很多 其实你真的爱她的话 你就应该转身就走 给她人生狠狠上一刻 让她明白帅不能解决问题 同时你也解脱了 这就是我对你们俩说的 谢谢两位 好 谢谢阿牧老师 一个男人长得上镜 不如有一颗上镜的心 刚才走那么几步 压根就没有普通我们所看到的 男模在场上的那种 落落大方和驾驭能力 眼中充满自信 很多模特 有的时候也靠脸吃饭 但现在的模特文化水平可不低 英语也特别好 而且每天苦练台步 长得好就可以做模特 你长得很帅吗 我知道肯定比我帅 但我想送你一句话 我很丑 可我很温柔 你很帅 你不懂爱 一个男人为什么要过得这个样子 行了 说说你吧 你大概对他是有爱的 你就跟很多饭花吃的女生一样 一开始也是被他的帅所蒙蔽 于是跟他相处 久而久之你发现他的内在和他的外表 反差极大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 所以你刚才才会在那说那样的话 你说我看见你都想吐 这是刚才你的原话 这不都是你灌出来的吗 所以我常常在想两个极不和谐的场面 一个是一个女生汗水淋漓的在那烤串 另外是一个男生 穿着正亮的皮鞋在台上走模特步 按道理来说你是苦苦经营一个烧烤店的 还算是挺上进的一个女生 自给自足 你怎么会喜欢这么一个臭小子呢 为什么会把自己心情汗水挣来的钱 就给他买衣服 买化妆品 导致自己 怎么会呢 有些男人虽然不帅 但他对生活的沧桑有自己的驾驭 他虽然或许没有更多的生活当中的经验 但他体谅你的苦 知道你烧烤 烤串不容易 其实那样的男人比这样的男人要可靠多了 就这样 话说的重一些 是因为大家想帮你 因为年轻嘛 是吧 如果今天是一个课堂 三位老师能够让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或者实现梦想的正确途径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不要这么浑浑噩噩了 从今天开始 加油 你也一样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这么长时间了 我真的是累了 原来你也说过好多次要改呀 或者是来我车口店什么的 就是今天来你还是得太多 老师也说了这么多 可能是我纵容的吧 所以现在我选择了 我放开你 我放手 我去改 我会去烧烤店帮你忙 我叫大师弟 然后 好好欢迎在一起 回去吧 两面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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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开始我觉得一切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直到我的工作被调到了外地嘛 我刚去了以后感觉很孤单很无助 那时候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倾诉倾诉 一开始也还好 他也会听我说呀 安慰我什么的 到后来他总说他工作忙 那天我生病了 我下午没有上班 那时候很想他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我说你在干嘛呢 亲爱的 等了好久他也没给我回 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 结果电话接通时候 对面特别吵 他说我在陪客后 硬吵KTV呢 完掉我再打给你吧 结果我电话还没挂断呢 我就听见有一个女的在喊他 说别聊了 赶快过来唱歌吧 然后挂了电话以后 再打就没有人接了 那本来就是啊 我跟你解释过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说我是在陪客户 那他们给我电话 抢过去了之后压掉 那我在陪他们 陪完歌之后 我也给你打电话 也解释过这个事情了 这是在异地的期间是吧 没错 还有什么事啊 最主要的就是 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淡 到后来就变成 一天只发几条信息那种 每天就收到他两条 一早安一个晚安 而且这还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 不管说对方多忙 一定要发个信息问候的这种 我觉得他一直像在 例行公事的那种 根本就没有什么 例行公事这样的事 是 早安和晚安的事 我们俩是约定好的 证明我心里面是有你的呀 我就觉得他是不关心我 我都是每天看天气预报 一到那个要刮风下雨了 我就会给他发信息提醒他 就加衣服呀 带伞之类的 然后有一天我下班了 特别晚了 下雨了 然后没带伞 就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 也有那种恋人什么的 人家一块在伞下走 那感觉真的特别的失落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又是给我挂了 不接听 我跟你解释过 当时我在开项目会议 我不可能把其他人都撂在那 然后我去跟你包电话招 你觉得这合适吗 那你就算是当时打一电话 那我能化作一个伞 我就飞到你身边去 可是我重点根本不是让你给我送伞 我是觉得你应该多关注我一些 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能问一问吗 你是不是带伞了 吃饭了之类的这些问题 我们俩都已经 就好像咱俩像一个陌生人 我们俩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觉得呢 行了咱不说这点事了 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 我回来以后 我本来以为我们俩还能回到原来那样 可是我觉得在我回来以后 它完全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原来我们在一块的时候话题也挺多的 一块聊音乐啊 电影啊什么的 然后好吃的之类的 现在就是经常各自拿着手机 然后沉默不语的那种 而且他生活习惯好多也变了 原来他从来都不吃辣的 到现在每次出去吃饭也要吃辣的 然后喝汽水这个问题也是 原来他特别喜欢吗 我就给他买放在那了 结果他动都不动 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为什么 他就说人能会变的 就这么一语带过了 你觉得我能接受吗 在我不在这段时间里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我们俩的感情都被影响了 这感情这事和这个 我这生活习惯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以前我不吃辣 那会我脸上起痘痘 那现在每次出差去南方回来 就能吃一点辣 然后现在喝汽水呢 以前我是挺爱喝的 大学当毕业 还是踢球打球这样的 爱喝饮料 那现在我要养生这样的 我不喝这饮料了 现在也不行 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和我们感情 总是能纠缠在一块呢 你究竟做了什么 如果你没做什么的话 这姑娘怎么会对这个都这么在乎呢 之前有这样的 还是有事 你说吧 那天我是陪我哥们去喝酒去了 因为我这哥们失恋了 两个人喝的就挺多了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我就没接到 然后第二天我也给她解释这个事 但是她就从那天开始 她就非得说我跟别的女人去鬼混去了 对呀 我等你等到了12点多 然后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一直到后半夜三点多了 她还没给我回复 我就各种的 各种可能性 各种想 如果在这个期间 她真的跟某一个女人鬼混了 你还要她吗 我接受不了 没有过吧 但是我真的就没有 有还是没有啊 没有啊 然后从那之后 你不知道 有一天上班给我打一电话 说在我们公司楼下 我说上班 你怎么会在我们公司楼下 然后那个 她说你不下来 我就走了 我下去了之后 她真的在那 我就说了两句 我说你这不是上班吗 你又没出差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那我为什么那么远赶回去 我还不是因为想你吗 她扭头就走了 关键是 过了那么长时间了 然后你都没去看过我 我坐了挺长时间的火车回来找你了 我本来就是期待说 能有一个拥抱啊 一个惊喜啊 那种的 结果她就数了我啊 说我不理智啊 之类的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这么大了 没有必要 就真的就是这么孩子气的 直接就回来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有什么问题 我们俩直接沟通好就可以了呀 我一直觉得我是在为我们俩之间感情争取 我在做努力 我在维护 在她眼里就变成了一种那个不可理喻的那种感觉 那你争取的时候你是这样争取的吗 给我发一短信 说我今天吃药的时候看了一条新闻 我觉得什么新闻 这是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得回过去了 然后她说你不爱我了 然后我当时就懵了 我不爱你 和我这条新闻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前段时间网上挺流行的一个测试 然后我看好多朋友都在 测试 对 对你拿这种测试来 然后我就发给她了 这什么测试 你给我们讲讲 就是说我今天吃药的时候看了一条新闻嘛 她要关心你 她肯定要问你为什么吃药 而不是什么新闻之类的 可是我发给她 她就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我当时挺生气的 心里特别不舒服 她就是不够关注我 她总是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 那是异地前还是异地后啊 那时候还是在异地的时候 那你还辞了工作奔她去啊 她都不关心你了 你怎么想 但是我是舍不得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而且又有初中同学的这个基础 我觉得她的为人当时是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我本来以为就好多问题都会消失嘛 但是现在就特别没有共同语言 她发朋友圈什么的 经常发有些合照啊 然后我每次问她什么的 我就想不想被她挤出去 我就想赶快追上她的世界那种感觉 然后我问她 她特别不耐烦 总是懒得理我 其实你问我也行 问这个人 假如说那个跟您照一照片 然后她肯定这是谁呀 然后怎么认识的呀 跟她那个交往多长时间了 然后跟她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吃一饭 连吃什么菜她都要问 你不觉得这特别起码吗 你跟我照她肯定不会问 挺正常的问题 你跟那些小姑娘照她才会问 你为什么 你还把我朋友圈屏蔽啊 你至于吗 我就那一条屏蔽了好吗 那你还想几条啊 我们同事培训 培训了之后 然后大家一起聚集餐 人太多了 我真不想给她解释 那么多人 我是怎么认识的 跟他们是那个怎么交往的 你不觉得特别烦 你害怕挨个说几百号人的过往 是吧 要不就是我 我们俩那个朋友给我截图 然后问我那照片有一个人是谁 我还不知道呢 你要心里没鬼的话 你至于把我屏蔽吗 解释解释又怎么了 我有什么可有鬼的呀 我就是因为我不想去 说那么多的那些 没有必要的事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成 你今年27 女生29对吧 女生应该在心里挺想结婚的吧 对呀 爱她吗 爱 娶她 娶吗 我就是想再等一等 等多久 等个一年半再来的 为啥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经济这个压力倍 你在乎经济上的事吗 我不在乎 北京没房 嫁她吗 嫁呀 她不觉得 北京没车 嫁她吗 嫁呀 OK 取不取 人家不在乎 女人可以不在乎 但是男人 你需要不在乎 你可以不用在乎 我们俩每次现在她 就有这个问题 你看 我真的是 听来听去 不是没安全管 特别的伤心 你知道 这是要嫁了 那是不太想取 本身我年纪 就已经长她两岁了 然后又快到三十了 到了这个年纪了 然后我父母都 特别的着急 然后我回来以后 别提父母 我就有事 就是咱俩结婚这事 我觉得咱俩谈就好了 就没有必要 让你的父母来一起 胁迫我 你知道吗 怎么就要胁迫了呢 前段时间 在你那里怎么就变质了 然后给我约出去了 去了之后就直奔主题 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要小孩 我当时我觉得 真的就没有必要 我们两个人的事 就我们两个人 解决就得了呗 想娶她吗 那肯定 说实话 别那肯定 想娶 发自内心的想娶 是 明天跟她领结婚证 行不 明天 领证 我 你看 所以就为难你们了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你们俩能够在一起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 如果你们之间的问题没有了 你们俩在一起的意见就不在了 你们俩认识呢 是因为北京是一个非常巨大和陌生的城市 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感觉到无依无靠 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个聚会彼此认识了 而且是多年前的同学 以前的经历 瞬间把彼此的关系拉得非常的紧 非常的亲密 缓解你们在这个城市当中 很多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定因素 也就是说你们在那个时段 是彼此治愈和彼此支持的一种关系 那么两个人在内心中 又特别想将这种关系保持的长久 好 那我们就缔结一种相对比较长的关系 也就是恋爱 那么当你们彼此之间想望上升 想进化你们的感情 你们是没有这个能量的 这就是为什么女生在抱怨 因为你希望在感情中 她能有一些爱的回馈 让我感受到我是在谈恋爱 但是男生潜意识里 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 他不能给你很多回应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给你们提这一点的 并不是希望你们分开 而是我想告诉你 这个姑娘 你向她渴求的那些东西 在她身上得不到 因为你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 你们只有一种很亲密的 彼此安抚的这样的一种情态 接纳你们之间的这种先天性的不足 我们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改善 可以 就怕没有意识的还偏偏去要 让两个人彼此生不如死 女孩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 就是她是你初中同学 这是你一开始就强调的 你觉得我应该很了解她 没错 因为我们那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 对 对 这个感觉 但其实你完全不了解她 你甚至于不了解她的生活习惯 她以前真是只喜欢喝那个汽水吗 这是一点辣都不能沾吗 可能都不是 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你不了解她 最不了解就是说 她对你是否是全身心的 是否用心了 包括她所有的问候 包括你真是规定了早安晚安 就她心里有你了吗 多烦啊 所以不要着急去所谓的结婚 结婚就能改变这些所有的她的变化吗 不能 而且女孩我告诉你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每个人都会变 从不成熟到成熟 从一种陌生人之间产生的那种异性的好感 到真正如亲人般的那种爱 都会在变 但是你能适应吗 这个人是你想要的那个吗 他的变化都是能在你的允许当中吗 所以重新看看这个男孩吧 他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既然不是何必要着急在一起 男孩 你心里有多少是他 丝毫看不出你有多爱他 即使你再目睹 我相信你不可能目睹到这种地步 所有这个女孩说的那些 那些应该我觉得热恋或者恋爱当中人 应该表现出来的那些作为 你没有怎么表现出来 人家对你这种好 你没有适度相应的回报 你根本不够爱 这个女孩为你 持续工作到你身边 你的反应是什么 不是感动 而是责怪 你太不理智了 恋爱需要理智吗 需要 但是它是所有吗 肯定不是 所以啊 既然不爱就赶紧就说了吧 千万不要说 再等个一年半载 咱就领证去了 你真的 你这是在骗他呢 还是在骗自己呢 所以 想清楚 如果对方不是自己 想爱的那个人 趁早分手 你们俩之间的交流 平淡的可怕 为什么不敢承认 为什么不敢承认 自己爱错了 我最讨厌一个词 放在爱心生活当中 就是日久生情 日久真的生得了情吗 如果有 那一定不是爱情 不过是一种习惯和依赖而已 这种感情可以产生于人与人 也可以产生于人跟桌子 人跟扫把 和长久能够见得到的 一种没有生命的事物 我们也会产生这种 所谓的依恋的情感 但这绝不是爱情 这就是你们之所以到今天来 谈得非常的平淡 甚至连争吵都彼此没有强烈的情绪 所以有些恋爱看上去像恋爱 有些恋人也只是看上去像恋人 其实不是 每天偶尔几个电话 就是恋爱了 但为什么在真正要谈到结婚的时候 又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 缺那么点干柴烈火的意思 那既然是这样 索性承认 我们爱错了 我们只是熟悉的朋友 却从来没有恋人的电光火石 那索性就承认吧 这些年的光阴没有浪费 也许它是一种友情 也许可以帮助自己看清事实 这也算是一种收获 就让这淡淡的友谊 纯纯的友谊继续下去 不要再以恋人自居 不要以为是就是 其实不是的 就对了 你觉得他们说的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是 其实 好了不用回答了 没关系 其实大概最清楚你们这段关系的就是你们两个人自己 都不是初恋 你们懂 剩下来是你们自己拷问内心的时间 我希望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们用好这个机会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有像老师所说的那种没有爱情 只不过是我觉得由爱情逐渐的转化为这种亲情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太偏向于理性 然后有这种不解风情 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就是这样嘛 凡事都得考虑 咱俩要考虑 父母要考虑 以后生活之后有小孩也要考虑 我觉得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女生所不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男生一定要考虑 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变化 好 时间到 你没听这姑娘的这个心声 有点遗憾了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未经许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